顧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还健康哦 标谷特快车 全国投资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谷特快车 我是游泳松 那你轻松赚大钱 每股大跌台股小跌55点啊 会不会害怕 真的不用害怕 你哪会怕啊 你会怕的 你没有信心的 我让你信心 有什么看我的这种 你看我的这种 不是每天把你那些小孩 我恐怕你空头来咯 每天 我怎么告诉你的 你没有信心我给你信心 你会怕的 你会害怕的 我做你的课山 老师啊 你怎么当我的靠山 轰不让 轰炸店再度涨停板 日池又是涨停板啊 老师啊 怎么全部有涨停板 我说啥就做啥 全市场只有谁做得到 只有谁做得到啦 你说老师哪里这么准啊 红达店日池连续七根掌灵板 狂喷七根掌灵板 松干博炸 来 今天跌55点 你不会觉得很强吗 老师啊台股怎么会这么强啊 稻停 稻穷指数跌600多点 诶 废半暴跌4% 台股指数跌55点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你现在还在恐 很多人还在恐恶你哦 洪情 刚才怎么怎么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只有跌一点点而已 只有跌55点而已 台股的第二只脚 你不用走 我们 就 是 要 大 买 你也不是今天才知道他要打第二只脚 来 请问你告诉我 我又没有跟你预告他要打第二只脚 为什么他要打第二只脚 你知道吗 你还不知道 我之前怎么告诉你的 来 我们之前跟你讲的 我不是现在才叫你买 我老师啊 硬起到晚点才叫我买 然后要打第二只脚 来 我什么时候叫你买的 这里不买你一定会后悔 然后我跟你讲 这根长虹确认底部到了 所以我 我从上礼拜一直跟你讲 这个礼拜跟你讲什么 他要打第二只脚 然后 这个点是支撑 这个点也是支撑 这个长虹的中间也是支撑 我问各位 台股股市大跌 那又怎么样 这根长虹的支撑有没有跌破 有没有发挥效用 所以当他盘中刹下去 是不是马上就拉上来了 就马上就拉起来了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支撑 他连来都没有来哦 每股暴跌600点 缺口连补都不补 这个支撑更强大 他连来都不来 这个支撑 最大的支撑 他也不可能来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就是第二只脚 之前我跟你讲的支撑 支撑 支撑 他都发挥效果了 然后我怎么跟你规划的 我跟你说 这只是一小段而已啊 他拉回来打第二只脚 会未来迎接后面的大波段 对不对 因为台股已经确定落底了 所以落底之后要干什么 要干什么 要足底嘛 足底的目的是要酝酿更大的行情 所有的行情都是可以规划的 所以 当我告诉你他会这样子走 所以他今天打下来 你去不要害怕 你当然不用害怕 因为你知道 他要酝酿更大的行情 因为这一波是涨 真的 我会没有告诉你原因是什么 我不赘述啦 我还会讲 最重要是什么 季报跟旺季效应 然后你看到谁在买 公司派购在买 大股东在买 工股在买 政府在买 连外资也在买 那我想问各位 剩下谁没买 全市场只有剩下一个人没有买 不是一个人啊 一群人没有买 那一群人叫做散户 我不是讲理由 来 全部都在买 只有散户在买 有老师 可是今天为什么会跌 很简单啊 因为我已经跟你讲 他要打第二只脚了 好来 那贸易大战的部分 我就不讲 都已经缓和下来 没什么好研究的 我们来看 我刚才跟你讲的东西 这一波为什么长真的 季报效应跟旺季效应 来 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今天你看到什么 上市贵营收标新高 而且是创下历史 10月营收3.3兆创历史新高 来 9月的营收创下9月历史新高 所以第三季 季报一定非常好看 已经就好看了嘛 那重点不是第三季了嘛 接下来是第四季嘛 那第四季是10月 11月跟12月 对不对 好 我们先看10月份 10月已经结束了嘛 现在是11月嘛 所以我们来看10月份嘛 上市贵10月的营收 改写 历史新高 破世界记录 好来 累积前10月28.66兆 同样 刷新 历史新高啊 第四季会不会好 会不会好 老师啊 一个月不算什么啊 第三季 营收破记录 好到破表 创历史新高 那第四季会不会好 10月份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啊 你说会不会好 好 没关系 一个月不代表什么 我说11月只会更好 不会更差 为什么 因为上市贵的业绩获利史上最好 加上双11的消费旺季 加上圣诞节商期 11月有11月消费旺 双11消费旺季 12月有散诞节商期 好 我们来看 11月会不会比10月更好 第四季会不会好到爆炸 来 天猫双11月消色而冲照元 连10年写新记录 那我去查了那个实际的数据 11日的交易额 单日交易额 冲破9000亿 9457亿 你刚才那数字有多惊人吗 那你知道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吗 哎 你要知道哦 网购代表的是所有的科技产品 所有的电子产业 包含 衣服啦 包含 家具家电什么所有的产业 所以说 当你看到这个记录代表什么意思 所有的产业都会雨露惊瞻 那台湾四大网购全部都爆现 来 东森购物11月业绩 爆增啊 倍增啊破2亿啊 再度改写15年来开店啊 这15年来开店以来的历史记录 业绩最高记录破世界记录啊 然后 然后网家 PC Home 双十一节 去年的双十一四天15亿 今年两天超过15亿 双十一当天的活动业绩啊 创下 平日于12倍的业绩啊 刚创下12天的记录 请问你告诉我 一天做12天的业绩哦 你可以想象得到一天的业绩很正常 就是这么多 然后他一天的业绩是12天的业绩 所以10月的营收历史新高 11月 营收火山爆发 代表所有产业都很好嘛 手机也很好 PC也很好 因为他们卖什么都卖嘛 重点来了 11月很好 那12月又是圣诞节 一定更好 好来 所以为什么外资要买 为什么外资要压年底行情 你以为他是白痴嘛 外资为什么要买 那你看到11月 哎呦 怕西洋真好啦 10月创历史新高 那12月 接下来在12月 所以整个第四季 会创下空前的记录 会是有史以来最旺的一季 好 所以 为什么外资要压年底的行情 为什么上市贵的公司 急着要库长股 上市贵的公司 大家 抢着要买 来 新兴市场的教父高说 说 买点浮现了 巴菲特说 别人害巴菲特说 你要贪人啊 为什么你要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有只人 跟你想的不 赶快 大家在害怕 大家在恐慌 我告诉你 这里你就要买 老师啊 要买什么 要买什么 要买 超越红达电 老师啊 现在大家都专市中 每个人都在讲红达电 为什么 红达电今天标了第四根掌停板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我跟你讲的时候 他根本就还没标 有没有 3D大标股 VR的股票 来 不是今天四根掌停板 不是今天四根掌停板 才跟你讲他会标 不是今天就跟你说 老师你怎么说 现在全市场每个人都在 隔通 都在炫耀 其实我不屑分析红达电 那为什么要再讲 我只要让你知道 我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不是长起来才叫你去追 我一定在这里叫你去买嘛 老师你跟我说 麻烦导播 不是 如果我说他叫VR VR大标股 一定所有人都知道 他叫做红达电 对不对 3D大标股 请问什么叫VR VR就是3D嘛 来 他叫红达电 为什么要买 底部大咖一直加盟 老师 红达电 没人买 哪有可能底部大咖一直买 我会证明给你看 为什么 我说这一支可以买 请问你告诉我 老师 这咖会买 笑死人 太好笑了 还拉回 你跟我说的高标 怎么会标 根本就不会标嘛 底部没人要 我要 那为什么他会标 很简单 为什么被动员会标 我先让你看这个 这个叫历史谷底 历史谷底 对不对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现在大家开始讲 被动员就对不对 为什么他会标 那跌这么深不能标吗 跌最深的被动员 甚至已经跌半年了 跌这么惨 他不会标吗 跌这么惨 他不能反弹吗 那我问各位 如果跌6个月要反弹 跌了6年的股票 他要不要标 跌了6年 历史谷底 他就要起标点 外资买了快3个礼拜 我跟你说什么 底部大咖一直买 3D大标股 宏达店 要狂标了 欢迎大家回到现场了 你有大堂吗 如果老师 他要去什么 我拜托的 来 又掌停板 拜托 不要掌停板 好吗 在这里跟你说 没人要爱 掌停板 掌停板 震荡 免惊 爆炉 掌停板 四天三智掌停板 鬆咖 破表 请问 鬆咖破表够够够够 不够 今天 爽到爆炸 第4根掌停板 真是鬆咖 不能再爽的 我也不知道 没有人 老师 你太没水準了 你的股票 洪达店 哎呦 老师大爹 还在掌停板 狂二 会员全部大赚 再度掌停板 有夠爽的 爽到爆炸 为什么赚钱好简单 我再强调一遍哦 我不是炫耀 我不是麦弄哦 我希望 所有看我们节目的 都是明松的 忠实观众 全部都能够大赚 是不是赚钱好简单 因为来店就有 拿到就赚 是不是拿到就赚 老师啊 你怎么这么好弹啊 怎么又掌停板啊 拜托的怎么这么厉害 来 你看到了洪达店 我想问各位你有没有赚钱 感谢所有相信我的人 来拿洪达店的人 你们大赚是应该的 因为你们愿意打一通电话 这个就是你的 不用管行情好坏 我不跟你玩文字游戏 永老师啊 要买10张赚多少 买30张赚多少 买100张赚6百万 不需要 我不需要跟你炫耀 不需要跟你玩文字游戏 你想买几张 你爱买几张就买几张 只要你愿意 拨一通电话 这 就是你的 这就是你的 你就会大赚 洪达店让你赚到翻掉 我不需要跟你炫耀 今天专辑中 大家都说洪达店 我不是只有洪达店 超越洪达店 你一定要大赚 我老师啊 你没谈 今天要怎样 我告诉你 你真的要大赚的 老师 我相信你 我这一次一定要大赚 你一定要谈的 你一定要大赚的 就要这支 他就说超越洪达店 我老师啊 为什么他要超越洪达店 洪达店很厉害吗 洪达店都这样啊 你说老师啊 洪达店这样想到 有什么好笑白 我不是只有洪达店 人家在说洪达店 我可以不讲 通通让他们去讲 日词 11月的新霸主 给你预告 告诉你他会狂飙 不是飙起来跟你讲 哦 他会飙哦 我直接跟你说 老师你怎么说 麻烦老婆 没什么 后面我跟你讲 我请你买这支 所以我就带你买这支股票 我就跟你分享这支股票 11月的新霸主 你敢不来 你敢不来啦 这就是你的 来 为什么要带你买这支股票 他叫做日词啊 因为 他的现行啊 是不是一模一样 是不是一模一样 底部突破 压回来回测试 测试景线 大底部或回这景线 准备大喷出的 11月的新霸主 日词 欢迎大家回到现场 哎呦 没有狂飙 港官都狂飙吗 今天是涨停又涨停 再涨停啊 真正是有点 弄得变异了 对不对 来 来电就有 赶买就赚 小涨 涨停 暴劳 继续大赚 当天台股是大跌 你要摘啊 礼拜五是大跌 来 礼拜一 再度 涨停板 连续涨停 全线大赚 今天日词 涨停所使 爽 到 爆 炸 救命的干部人没贪 你如果没贪的拜托 你举一个手 让我知道你是谁 我老师我今天第一天看 我当然也没贪 没贪没贪没关系啦 超越红达店 你就一定要大赚 你今天一定要把电话拨通 连续涨停板爽到爆炸 爽到爆炸 老师啊 那大家都这么拨 我都有预告 我说啥就做啥嘛 来 每一个人都可以赚 只要你要打电话来的 这个就是你的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想要 你的一通电话 只要一块钱 你的 只要一块钱 你的 只要一块钱 超越红达店 超越红达店 就是你的 你 一定要大赚的就买这支 老师啊 红达店 表四支掌灵板 日池 两支标了七根掌灵板 我都没赚到 我现在一定要赚的 一定要赚的 一定要 一定要 这一次 老师啊 这一次我一定要把握这一次机会 我一定要赚 我就跟你分享 你要大赚 你今天通通都可以来 没有任何门卡 没有任何限制 今天你只要 拨的通电话 人人有奖 所有打电话来的 都可以拿到这支股票 你一定要大赚的 就买这一支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咖 全部 看 上 他 他叫 超 越 红达店 我们老师啊 今天也够来 上次我跟你讲 很多大咖 看上他 连喷四支 连喷四支 然后 这一次我跟你讲 底部大咖 一直买 红达店 连喷四支 然后 接着我跟你讲 日子 他也喷出 我现在跟你讲 现在 大咖 全部 看上他 他叫做 超 越 红达 店 红达店 日子 连喷七根 掌零板 爽到爆炸 谁能取代 能取代的股票 他一定叫做 超 越 红达店 不用怕 我就是要大买 大买什么 大买超越红达店 我现在买这支 我就是要买这支 你不用猜 那就是你的 拿到就是你的 你赶快来 你乖快来 他 他 就是 要标 而且要 强力 大爆发 老师啊 为什么他 就是要标 为什么他就是要标 来 我告诉你为什么 好不好 我跟你讲 波洛威要标 波洛威火山爆发 我跟你讲 红达店要标 红达店 连续喷出 四根掌停板 五天标四根 一通电话 就让你大赚 我跟你讲 日子要标 日子 连续三根掌停板 今天的日子 还是 掌停板 我现在跟你讲 这支股票叫什么 他叫做 超越 红达店 你说他会怎么样 再讲一遍哦 我跟你说 他会标 他就标 我跟你说 红达店 会标 红达店的 狂飙 我给你 日子的狂飙 连续三根掌停板 我跟你说 他叫做 超越 红达店 他就会怎么样 他 就 就是 要 标 强力 大爆发 没有热门分枯 今天你只要播得通 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赚 通通有 通通都有 见责有份 都不用抢 今天你电话播得通 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 就是你的 强力大爆发 打电话 进广告 亚太证券头顾至尊188专案 精准的分析全盘的掌控 帮助您荣登股市至尊的宝座 至尊专线02-8512-5858 8512-5858 亚太国际证券头顾 欢迎访诺 欢迎访诺 请搜索关键次 亚太国际头顾 顶尖团队 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头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头顾 02-8512-5858 亚太国际证券头顾 规划全方位的理财策略 掌握全世界的经济脉动 启动全市场最严密的机制 创造全市场最要点的绩效 亚太国际证券头顾 02-8512-5858 亚太证券头顾 至尊188专案 精准的分析全盘的掌控 帮助您荣登股市至尊的宝座 至尊专线02-8512-5858 8512-5858 旅适适度运动 均衡饮食 二多三少 戒掉烟与酒 control 症患病 停医生的话 早晚量血压 控制要打标 对抗沉默杀手 谨记血压3C管理 标普特快车 欢迎再回到现场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民松的节目 因为很简单 我会跟你分享 所以你会发现 老师 炭吉内 这简单 赚钱真的好简单 来电就有拿到就赚 你赶快来 你趕快来 你趕快来 甚至有时候 有些股票你该卖 我会跟你讲嘛 对不对 欢迎大家的共庆 共襄盛举 有钱大家一起赚 我叫你卖的股票 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今天看到最扯的新闻 哎呦 他不是说很好吗 郭明奇震撼 但郭明奇下修 I10R出货 他不是最看好平概股的吗 他不是跟你讲平概股有多好多好多好多棒吗 那现在他跟你讲什么 平概股不好了 不要再买了 不要再买了 你又被骗了 你又上当了 结论是什么 他是我看过最准的繁殖标啊 当他说看好的时候 所有的平概股全部暴跌 跌到了都不想要 大家都不想要 跌到都没人要了 哎 我不是说平概股不好 平概股很好 只是不会标而已哦 那不会不要你干嘛去买 现在回过头来了 他跟你讲他现在不好 最准的繁殖标 会不会他降完马上就要反转 我们来拭目以待 什么叫做最准的繁殖标 当然说平概股不好 平概股就标了 太准了对不对 那我怎么做的 我不是每天在跟你讲平概平概平概 我之前跟你讲平概 我赚钱有没有叫你卖 赚够就好 卖掉了 我跟你讲达运 赚够就好卖掉还创新高对不对 反正我们赚起来了 然后你就看到利空了 一大堆利空对不对 当然之前的嘉年益赚钱卖掉 包含之前的美律 在这里跟你讲赚够就好 你知道我们赚了几根掌停板吗 把这九根掌停板放到口袋 你有平概股的你赶快来找我 你赶快来帮你反败为胜 有谁能够平概股九根掌停板 把它塞到口袋 口袋大爆满 为什么我的股票全部掌停板 如果你平概股赚很多钱卖掉 你去买的股票 自然就会火山爆发 我需要跟你讲为什么轰达店会飙吗 老师啊 现在专期中每个人都在介绍轰达店 我不屑 我真的不屑 我会员真的是赚到快发疯 你看节目都赚到发疯啊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发疯 我跟你讲的日词 有没有火山爆发 难道我今天还在跟你讲这些股票吗 我今天还需要跟你解释这些股票吗 来 我昨天跟你讲什么 下一个引爆点 红达店你没赚你来买这支 日词你没赚的 你也不用去追涨停板 你来买这支 下一个引爆点 我要带你买的股票 欲大财股大跌 会怎么样 转到了 来 我就带你买 新阳科 所有人通通有讲 新五肌大爆发 三尊头尖体 跟红达店相不相 跟日词就是这样 底部突破 压回来就算买店 我问你一个问题 有没有压回来 你随便买随见赚 今天新阳科 亮灯 赚你败 今天不是赚你败喔 今天不是掌停板喔 今天是什么 是狂飙17% 那为什么它会狂飙17% 因为它要喷了 就跟我之前跟你讲的 红达店日识一样 爽到爆炸 红达店今天是跟掌停板 爽到爆炸 我没有叫你去买红达店喔 今天新阳科掌停板 爽到爆炸 老师啊 专播掌停板 我回来你的股票 全部掌停板 新阳科亮灯掌停 新5G大爆发 下一个引爆点 你有没有赚到 你有没有把电话拨通 你拨通电话 赚到疯掉 你电话拨通 赚到疯掉 同样的 你今天就把电话拨通 超越红达店 就是你的 你一定要大赚的 就买这支 是因为现在大咖都看上他了 都看上他了 很多大咖看上他 所以他狂飙 底部大咖看上红达店 红达店 红达店标四根掌停板 现在大咖全看上他了 谁能取代红达店日识的七根掌停板 只有他 他叫做超越红达店 你可以跟着我们继续转 只要你愿意 通通有奖 见则有份 通通不用奖 今天你只要电话拨得通 卡会通 没有任何名额 没有任何门槛 没有任何限制 你电话拨得通 这支就是你的 因为他就是要飙 而且强力大爆发 我老师真的假 为什么他也强力大爆发 我跟你讲他会飙 他就狂飙 我跟你讲红达店会飙 红达店连续四根掌停板 我跟你讲日词会飙 日词连续飙三根掌停板 今天锁住掌停板 锁死掌停板 然后我跟你讲这支叫做什么 他叫做什么 他叫做超越红达店 你说他会不会 超越红达店 来 红达店四根掌停 爽到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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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这支股票 会让你爽到爆炸 érence咱们讲大爆炸 因为他叫做超越红达店 他就是要表 而且强力大爆发 不羨任味而定会计要开通 今天你只要撥的通 這支股票超越红达店 就是你的打电话 祝各位祷福利 明天見